我工作了幾十年 做過四間校的校長 我每一次跟學生說 你們有什麼就寫信給我 早年的確會收到很多學生的信 在本地也有,在外國也有 但是近年寫信的人越來越少 多數都是用email或者社交網絡 所以在去年當我退休的時候 收到一封由美國寄來的信 令我很驚訝,也很開心 引起了一個很好的回憶 大約十五、六年前 阿宇那時候是讀中二 他很熱心參加放外活動 有外地來的學生他也幫忙接待 有次還帶他們去參觀榕樹頭 完了之後我們去了一間書局 他在一個有關地理的書架前面 就停下來 我就問他,你很喜歡地理書嗎? 他說,是的,我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我說,你不如選一本吧,我送給你 他說,這些書很貴的 我說,不要緊,你喜歡就行了 他很開心,就選一本書 之後我也很少見到阿余 因為學校的學生實在太多了 直至有一次,他參觀有機農場 途中遇到意外 還送到醫院,昏迷了幾天 我去探望他的時候,就問他 有什麼東西我可以幫你 他就說,我可不可以看你送給我一本書 十五年就這樣過去了 其實我和阿余之間的經歷 我已經淡忘了 他畢業之後,到底他去哪裡讀書 他在做什麼,我都是一無所知的 直至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 他跟我說,他現在在美國 是一個博士生,研究地球學 他還跟我說,他喜歡讀這一科 就因為當年我送了一本地理書給他 想不到當年一份這麼小的禮物 對一個學生來說,竟然有這麼大的作用 我自己想,如果當年沒有送一本書給阿余 會不會他日後走的路又不同呢? 其實為人師表也好 或者做其他不同的職業也好 有時候我們所作的 好像一些微不足道的事 但是對當事人來說 可能這個影響是很深遠 改變可能很大 所以我覺得什麼事都好 覺得應該做的時候就去做 不要理他是大或者小 放心去做,放膽去做 好嗎? 好嗎?